公民自覺的親近政治 親近網路社群的公民運動 我們很感謝所有的朋友 不管是政治界的朋友 還是任何的一般的老百姓 因為這跟我們的將來 是非常非常至關重要的 所以我們不分顏色 只問是非 在大是大非之下 我們必須要做出抉擇 罷免一個人是說他的不好 其實是非常的不自在的 但是呢 到了非罷免不可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挺身而出的站出來 因為從小見義勇為 就是我被教育的主事原則 要罷免王浩宇需要勇氣 為什麼呢 因為非常的困難 他一萬六千票當選了市議員 我們必須要用最低的八萬票 才能夠把他罷免 而且他也是現在的執政黨的議員 所以我們也知道說 這過程中一定會遭受到非常多的困難 但是我們不害怕 我們願意站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目的 只有唯一目的就是 罷免 王浩宇 我想這個是屬於他們公民的權利 所以我只能尊重 但是對我來說 作為一個議員 我現在的工作是把我的工作做好 然後努力關心中立 我想中立人會看見我的努力